夫妻離婚後 很多時因為子女的撫養權而鬧上法庭 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 廢除現時由法庭以管養令和探視令來偏配父母權利 改為以同住令和聯繫令取代 未獲同住令的一方 仍然保留作為父母的責任和權利 可以參與關乎子女生活和未來的重要決定 例如改變姓氏和移民等等 又建議引入指定事項令和禁止行動令 處理雙方在撫養上的分歧 當局認為 新模式可以促進父母在離異之後 仍然繼續積極參與子女教養的事宜 符合兒童的最大利益 有關的建議會由即日開始 諮詢公眾至到明年4月為止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胡凱文報導